嗨 大家好 又到了星期五 Happy Friday 的時間 對我來說, 今天確實是一個 Happy Friday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收到為好兄弟的結婚請了帖 嘩, 真是恭喜你們 新婚之夜, 玩了兩隻 既然這麼高興 讓我今天在這裡介紹一杯很適合的雞尾酒給他們 它就是 Honeymoon Honeymoon 的機酒和我上一集的一樣 都是用 Apple Brandy 的 另外還會加兩款甜酒和檸檬汁調製 所以口感同樣是酸酸甜甜 而且 Honeymoon 屬於一杯很簡單的雞尾酒 非常適合大家自己弄來喝的 由於它的酒精濃度相當致敵 又容易入口 所以成為相當有寓意的新婚必備雞尾酒之一 經常會出現在婚宴裡 用來祝福兩位新人早點有愛情結晶品 絕對是充滿愛意和祝福的 那好吧, 說完我的朋友結婚 又介紹完一杯酒 好, 現在事不宜遲先做了 這杯酒, 其實它說是用檸檬汁的方法 那我就決定用新鮮的檸檬 代替檸檬汁 好, 新鮮的檸檬我放四分一個 接著就是今集的雞酒 放五瓶子 接著就是Trupo Sella 即是橙子 我放一點五瓶子 接著就是一瓶比較軟的酒 叫Benedictine 但是呢 我就會打成DOM 都是放一點五瓶子的 最後都是要吃完它 這樣一杯這麼好吃的Honey Moon 已經搞定了 現在又要到試飲這個環節 這杯咖啡最特別的是 喝起來會帶一點蜜糖的香氣 但是大家都看到 我做的時候 是沒有放任何蜂蜜 主要是因為當中Benedictine 那種藥草甜酒所帶出來的特殊香氣 也是這款咖啡最重要的關鍵 喝起來真的有種甜甜蜜蜜的感覺 我這段影片 拍來是為了送給我 對新婚的朋友 希望大家給他們一個讚 一個讚就是一個祝福 好了 今晚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繼續享受 那杯Honey Moon 大家臨走之前 記得LIKE & SHARE 我們這個Youtube Channel 以及記得訂閱 下集再見 多謝各位 拜拜 KC AV提提你 如果你們未救十八歲 就算有家長的陪同情況下 都是不可以喝酒的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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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CV CV